就要35個人 即是要一半 二分一的議員 才可以的 即是說 益殺政府 即是削弱去監察政府的能力 那為什麼你們都要這樣做呢 其實 看什麼議題 拿不拿到35人 即是如果真的有重大的事故 譬如好像長短妝 機場開幕混亂 雷曼事件 幾十個議員同意 不論黨派去拿特權權力 特權權力 我們立法會史上都做過好幾次 只不過很多時候 是有些泛民同事 他拿不到特權權力 有些事情他調戲很不順 譬如他要查梁振英 要查周浩鼎 那麼他用一個簡單方法 二十個人站起來 但其實呢 他是沒有權力去查 那個委員會是拖來拖去 查不到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重大事故 就不如大家一起去拿特權權力 好過了 譬如那天他們其中一個 晴晴是查領展 他們叫我起床 我沒理由不起床 因為眾所周知 我關注領展很久 但我就起床 事後都有些建制派議員說 你不叫我 我們都關注的 但因為你現在目前晴晴的規矩 就是一天之前通知 我們那晚才知道 甚至不知道他會有幾行情情 你連說羅輝提出情情 你去拉票時間都沒有 那你沒有意思的 所以不如說加到35 你可以多些時候 如果是35 你不少於一天前 你就早點去拉 或者你夠票 你就拿特權權力 其實市民大眾可能都不太明白 到底 請書來到 可以成立個專責小組 去調查一些 或者讓你們去討論一些 認為涉及社會民生 國樣 或者一些官員 逐職失職的事情 和拿這個特權法 是有些什麼不同 你晴晴可以立即成立個專責委員會 我們會在內務委員會上成立 那當然兩大陣營都有人在 那就開會 但是你沒有法定權力的調查 如果是有了特權權力 根據立法會特權權力條例 我們是法定權力 立法會變成法庭 可以傳召 即是那些不肯建議員的人 我們可以傳召他們 是吧 那權力大很多 但是我這些權力不應該濫用 因為將立法會變成法庭 如果你想查任何人犯法 始終你都要交給執法部門做 你是立法機關 你調查刑事罪行 有很多事情真的要保密進行 哪裏有說十個人起來談來講 跟記者又吹風去查 沒有可能 立法會沒有保密 立法會沒有保密 所以其實真的有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 我們是願意查的 雷曼那次初次唯一不支持就是我 因為我覺得不應該濫用 但是我參加了之後 那個調查委員會也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叫了那些銀行 記不記得 那些大班不是來了 很高貴的大班 前所未有帶著整個律師團隊來 終於我們都查到 有些銀行評估風險是出錯的 結果賠多了 那這個就是用這個特權權法 查了幾年 要很多人力物力 那些秘書處 全部要叫了那些 part time 退休回來幫忙 臨美幫忙 好像臨選舉休會才寫好report 所以這些權力是有用 但是沒有濫用 晴晴是取代不了真正用特權權力 因為你們班長 廖長江說過往 用晴晴方式來做的一些調查 都是拿不到證據 都傳召不到證人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沒有用的 其實 但是 現在比如說 就是提交晴晴書 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那個人數 那個門檻 就20人提高到 就是全體院的一半 現在你說就是35個人 但是 同樣就反過來 就是 就是說 本台 是要35個人的 一半以上人才可以 就是救人數開會 現在就說 不是了 20個人都可以了 那就是全體委員會 那就是全體委員會 那到底是怎樣呢 你們目的就是 不要經常說 點人數 點人數 點不救人數 就要留會 就不能開會 其實就是 有些誤會的 我們改那個 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不是大會 大會 大會仍然35人 當然我們都有擔心過 會不會違反基本法呢 那我們都拿了法律意見的 拿了英國的御用大律師 憲法專家的意見的 就是全體委員會 是討論法案時候 條例草案時候 就成立的 功能跟大會是不同的 譬如這個是我們通過的條例 才用的 譬如我們一條條例通過 譬如你說醫生註冊條例 是每人只要發言一次15分鐘 但是你一去到所謂的 全體委員會階段 英文就是comity stage 你就可以無限次數發言 那你那些條例永遠通過不了 如果有人 譬如有異讀 沒錯 修訂 不是異讀 過了異讀 即是說現在 恢復全體委員會 將標交給全體委員會 但是我們的法律意見 就是全體委員會的功能 工作性質跟大會是不同的 所以呢 那個法定人數 就可以是降低的 當然我們知道有爭議 但是我們都掙扎了一輪 拿了法律意見 才是建議改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修改 除了方便一些條例草案通過 而且是有法律基礎 即是說去到 當你說手讀 然後二讀便辯 不同的議員 就著你的條例 就提出的意見 或者修訂 或者討論 各樣 然後去到 討論完了 去到三讀的時候 就說大家是否 坐定在這裏 就是討論 是不是表決通過 在那個時間 你們就把那個人數 就變成了20 通常手讀 就是讀一次的名 醫生註冊條例 就完結了 然後局長就會說 優惠代族 這個二讀優惠代族 我們成立一個條例草案委員會 那個草案委員會 通常不會全部加入 認真重要先 最低工資 這樣多人加入 譬如有些你說 有關金融那些 什麼金融機構處置 機制那些 不是很多人明白的 幾個金融專家做的 那就開會了 那個條例草案小組開會 開完 那就交回大會 大會就恢復二讀 辯論 那就辯論了 那我們個個每個人 可以說15分鐘 辯論完畢了 那現在就 本會變為全體委員會 那就逐條來談的 那時候可以無限次說話 或者修訂 那就很嚴重 就是有些緊要的條例 如果有一個議員反對 就是上次梁家樓反對 醫生註冊條例 那你就過不了 做不了的那些事情 那個性質是不同的 大會就始終每人反應一次 全體委員會是無限次 那你們這次就要求說 令到這個全體委員會裡面 就是那個人數 就不用說要一半了 就是要20人就可以了 那個原意目的是什麼 因為你其實參與一條條例 那個草案委員會 通常不會說70人參加 沒有可能的 通常一班對那個問題 很有興趣的熱心議員 是最熟是幾個 就是專家代表我們 說真的沒有一個議員 可以說我每一條條例都滾瓜懶熟 就等最熟的去處理 這個我們覺得 都是符合整個機制的原意 所以就將人數減低了 是精減編制 其實你發言是貴精不貴多的 希望不要太多人說話的時候 就拖多多拖到下去 終於過不了 是不是這樣 還有你知道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同事借題發揮 他說的根本是跟那個條例草案無關的 但是他即使說那個人數減低了 仍然都可以是 無限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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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拉布 一條可以拉的 我們絕對沒有可能倒絕 我們沒有改 改不到這個 無限次發言 沒有改到的 是不是 不過我的主席就 權力大了一點 不過其實這個權力他現在都有了 看他執不執行 如果你說的東西離題萬丈 重複 主席都可以提住你的 譬如我們說 現在我們 你知道我們改了一樣 就是把打鐘的時間 由5分鐘變1分鐘 現在都可以辯論的 但是你辯論應該就是 我為什麼反對5分鐘變1分鐘 但是你見我們 到那些同事發言上 都不只是說這樣 主席要提他 喂現在我們是辯論 5分鐘變1分鐘 你不要說到 就是離題萬丈 那你自己覺得呢 這次呢 就是這個 修訂了議事規則 有什麼好處 有些事情 真的應該修訂的 譬如你說 以前我們 一留了會 要等下個禮拜 你見我們 那 沒有窩可 就各個走 當小朋友放學 走 但是 其實浪費一個星期時間 其實你一年 以前我們開了25次 左右的會 那 現在主席可以 安排隨時復會 那主席 夠人就再開了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差一個人 真的可能在屯門公路 塞車出不來 那 齊人就馬上再開了 其實這些對市民好 是吧 譬如你說 選主席 現在呢 就是要 最資深的負責 有問題 有利益 衝突 第二個 那你見去年 輸出席 搞到 倒捨羅鞋 以後不如等個 秘書長做 是吧 他又不是 政黨的 代表 簡單一點 也不需要用一個會期 另外定時間來做 是吧 這些都是有助提供效率的 有些就是把現在的做法寫下去 因為現在主席也有權說 哪些修訂是 不 是 瑣碎無聊 離題 他有權這樣做的 看你用多少 就是 梁君彥就用得多過曾玉晴 是吧 就是 把權力寫下去 但是 不等於不可以拉布的 是吧 譬如你說 在小組委員會 我們可以問問題的 即是 我都問很多問題的 那 另外 就 一樣可以 在那些事務委員會 就是那些panel 無論泛民建制 現在都很喜歡 個個都寫一張紙 就遞進去 沒有約束力的 議案 是吧 如果是 符合公眾利益 其實不分黨派都通過的 那 雖然沒有約束力 譬如我們 譬如你說 好 特首那個 資助 辭職大學 三萬元 學費 都有議員 做些議案 那 雖然沒有約束力 去到財委會撥款的時候 那個報告就要說明說 討論的時候 又通過了這樣的議案 有個紀錄在那裡 即是有議員 表達不滿 遺憾 或者指出一些問題 有個紀錄 是吧 所以立法會的監察功能 一樣在那裡 嗯 但是有些朋友 或者非建制派 就會覺得 做了這些功夫之後 是不是為那個 23條立法鋪路 以至說 接下來 一地兩檢 國歌法這樣 就可以 很順利 過了 他們就 沒有權 然後進入一個 所謂威權時代 那你又怎樣 絕對不會 第一 第一就是 這些條例都未上會 未有內 而過去上了會的 那些版權條例 醫生註冊條例 已經是受了很多 阻礙 即是最明顯 最遺憾的一個例子 醫生註冊條例 是幫助醫管局請醫生的 醫管局現在欠300的醫生 也是擴大醫委會的代表性 給一些病人組織進去 其實現在已經 各持份者已經談好了 是吧 就是上次 因為拉布過不了的 那我相信我們 這次修改議事規則 政府很快就把 醫生註冊條例 印花稅條例 這些拿回上來 一地兩檢 當然要處理 那但是 問題就是 譬如說 非建制派議員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 就會 你說23條立法 很快就會通過到 實際那個運作的情況 是怎樣的 立法會 這些根本 首先是一個很主觀的看法 即是說一地兩檢也好 國歌法也好 國歌法也好 23條也好 是對香港不好的 這個是一個主觀的看法 第一 事實上不是 第二 也不是所有市民都認同的看法 很多市民呢 一地兩檢也好 希望快點通過 有一個專業人士跟我說 他說都不明白為何有人反對 他說每天有幾十萬人過關 每個都想快點回去 你只是跟幾十萬人作對而已 這個我有晚去飲宴 坐一個專業人士旁 這些無黨無派的 他都這樣說 是吧 即是你不斷拿一些例子來說 是一些很主觀的看法 是吧 國歌法這樣 尊重自己的國歌 是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執行的 你看特朗普怎樣 球員跪在那裡不站起來 馬上罵 那個球會佛那個球員 有些根本不用立法都應該做 是吧 所以就不應該說用這些條例 不應該這樣去抹黑這些條例 不過今次就是 所謂逼現制派 也有號召市民去支援 甚至想包圍立法會 結果就是包圍不醒 因為人數不夠 你會怎樣去解讀這種情況 那真的幾晚我們都有觀察 最高我想都是三百人左右 我們通過那晚 因為比較大風 我發覺帳幕裏面 其實沒有人用磚頭 摘住帳幕以免吹走 就由此可見 是炒不起 那些市民 無論對反對一地兩檢 或者是議事規則的修訂 不是真的覺得這麼恐懼 炒不起 用恐懼來挑起民意 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住 大多數市民都是實事求是 但是我想問 如果現在通過了修改二次規則 假設有一天 是要討論這個 二十三條 或者是一地兩檢一定會討論 那的時候 是不是會很順利就過到 還是立法會已經 因為修改了二次規則 其實沒有什麼討論的了 不用討論了 絕對不是 說近一點先 一地兩檢是有時間性的 那我相信政府就等人大常委 作了決定就會交條條例草案來 那他一讀就讀 二讀就是押後辯論 押後辯論就成立個條例草案小組 那當然很多人淋進去做 那要在條例草案小組 逐條逐條談 是不是 那麼就談完 才交回來 恢復二讀辯論 就在大會裡 是的 然後到進入小組委員會 都可以繼續 逐條例 即是來修訂 或者討論 那就可以講無限次了 沒錯沒錯 那我相信那個過程都會很艱苦 但是只不過就是那個人數 就不用去到35 就20了 沒錯沒錯 靈活點不行 不會因為說必定要35人而留會 因為現在留會的危機 因為建制派只有40人而已 一個做主席 那就只有30多人 而素來泛民呢 如果他要促成留會 他放一個人在那裡 那變成我們就很容易留會 除非每個人都不下區 不煮禮 不開會 坐定在那裡 一個飯盒分兩次吃 那那個留會危機很高 所以這個呢 其實把35減到20 就是減低留會的危機 不是說不讓你討論 這裏市民都會有移民的 有40個人在那裡 那為什麼全部坐定在那裡 一起開 那就不會留會 那為什麼泛民不坐在那裡 是吧 為什麼他們放一個在那裡 是吧 人都有一些事務地區的投訴 要去做 那就做議員 是吧 接受投訴 很多團體找我們的 很多訴求的 那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 那什麼可能呢 因為市民就說 你們立法會不是開會 你們都要坐在那裡 坐定定開會 就是等於我們上學而已 我們上學都不能經常擴貨 就是都會有這個問題的 那你為什麼不問泛民 為什麼他們不坐在那裡 通常他們打了鐘 就會出去 是吧 小民大眾其實呢 慢慢如果了解多些 就會自己分析 但是到真的選了的時候 票怎麼投呢 就會有清晰些頭腦 正好升旗天 只看不試車 怎麼感受到駕駛樂趣呀 今天來本田九龍灣陳列室 試駕人氣車款 包括New Jazz Statwagon 和CRV 感受本田VTEC動力 即場登記 送精美禮品 同場還有少量陳列車 以優惠價發售 日月時暗就出車啦 The Power of Dreams 雷霆八百一 以即時新聞 生活資訊 與港鐵接軌 換空地上地下 連繫社區 關心你生活的每一程 9點半 5人 令成立委員會的難度加大 但他相信只要議題 真正涉及公眾利益 仍然會取得足夠支持 他又指 調查委員會 沒有法庭權力傳召相關人士 經常都不了了之 他認為如果有需要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取得法定權力調查更好 海洋公園纜車 昨晚受大風影響一度停頓 海洋公園表示 有待全面檢查登山纜車索度系統 檢查完成後 只開放給遊客乘搭 事快昨晚近8點 大約有210個遊客 留在纜車內過多小時後 才全部離開 沒有人受傷或不舒服 海洋公園說 員工檢查發現平台上的鐵欄 可能因為大風關係 撞向其中一個車廂導致移毀 令到纜車系統 未能正常運作 經調整後 纜車系統在晚上8點16分恢復運作 擔任有待檢查 美國總統特朗普 星期一將發表基於美國優先政策的國家安全新策略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 特朗普將在演說中 批評中國進行經濟侵略 白控官員回應指 報導不正確 只有關鍵用詞並非針對中國 美國高層官員透露 特朗普會在星期一的演說中 指明中國在各領域都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特朗普曾多次稱讚國家主席習近平 並尋求中國向北韓施壓解決問題 美國官員說 不應該將特朗普的演說 視為美國試圖圍堵中國 而希望看清楚中國帶來的挑戰 加拿大警方繼續調查 當地億萬富豪 謝若葉·大亨謝曼和他太太 被發現福斯多倫多住所地庫的案件 警方認為兩人死因有可疑 但暫時沒有循謀殺案方向調查 亦沒有即證顯示有人強行進入住所 預料法醫官會今日公布初步的驗屍結果 40萬家人發表聲明 說有關傳媒對死因的猜測都是不負責任 希望一切留待警方公布調查結果 在事發的屋外 有人擺放鮮花悼念兩名死者 這節新聞報道完 一家大小去旅行 搭什麼車去機場好? 本安地區今日天氣預測 天氣寒冷及乾燥 早上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16度 吹清淨北風 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 指望未來兩三日早上寒冷 最低氣溫維持在12度或以下 請注意寒冷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天氣寒冷可能影響健康 市民要小心保暖 火車危險警告系紅色表示 火車危險性極高 另外強力鼓入封信後 現證生效 現在溫12度 相對濕度66% 現在至明年2月28日 用八達通搭機場快線 往返機場 掌擠半價少和免費 出發 雷瓶881 講香港人話 雷瓶881 馬路的士交通消息 緊貼全港路面半里左右 時間來到早上9點34分 有GG提回你兩個旗離位 多謝屯門中心的士台 司機10號提供 錦庭公路高步橋底錦田 全灣路晉升工廠大廈九龍 最後請記保持安全車速 小心駕駛 MASTER今天於九龍灣旗艦店 舉行鋁獲樹榮SUV CX3 CX5 及7座CX9試車日 即場選購可免費升級原廠 專屬配件禮品 價值高達12000元 客輛五套 保用期更升級至五年級 無限理數 讓你得到無憂的售後保障 試車日更展出多部 精選陳列車及經理車 折扣高達68000元 精彩禮譽萬物錯過 查詢3768-4888 MASTER 我是發在生創辦人黃楚安 爸爸地中海會不會兒子有地中海 不可以只看爸爸的 要看媽媽 如果他舅父有這個問題的話 而你爸爸又是有這個問題的話 即是你很容易形成頭髮出現缺陷 你也有關於頭髮的問題? 立即打來55668 299 發在生護法專家 會在再創生機節目裡面 一一跟你解答 還會送出頭皮檢測 以及建法護理服務 立即打來55668 299 再創生機 發在生 讓你自信回來了 他快如疾風 他強勁有力 好Man啊 他就是Power 他是SinoX Power 中石化超級汽油 現在來中國石化入 中石化超級汽油 每日都有超級折扣優惠 會性折扣最高可達3元 那幫我打爆油功 中國石化 為美好生活 加油 因為受條款約束 每個年輕人都有機會 親手創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但如果貪污出現 就會摧毀我們付出的一切 四十幾年來 廉政公署堅持維護廉潔和公平的香港 和每一代 一起建立更廉潔的未來 舉報貪污熱線 2526-6366 香港 星座有你 和ICAC 商業電台 法路的士 輕鬆唱序由 永東旅行社 一路同遊 今次和一班的士 和商用車司機去旅行 細離和大家 一起由香港 吃到上去潮山 我們這部車大家見到了 一二三四排 剛剛好十二隻恐龍去野餐 買了 買油 金 麵 麵 麵 剛剛好 麻油麵 齊齊齊 沒有了 坐後面的朋友又買了什麼 買餅 買餅 為什麼要買吉呢 混吉 還有給你牛丸可 多好 地道東西 爽口大牙 伊斯坦 值得在遊 吃得買得玩得 看得 有你們小朋友接管我們幾十歲 其實我也幾十歲 商業電台 馬路的士 輕鬆唱醉由 紅磡景日軒 沿路支持 正好星期天 正好星期天 主持陳淑薇 羅輝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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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怕不怕未來都是百倍奉還 百倍奉還 如果百倍奉還 就是阻攔一些撥款 或者條例通過 你是跟市民作對 很多事情真的需要撥款做 譬如填海建公屋 還有我覺得經過這次之後 其實建制派議員都很怕 很不喜歡被人說 我們自己閹割自己 這些 所以其實 在很多民生的議題 建制派議員 其實跟泛民一樣這麼努力 你反對牛肉乾加價 不夠停車位 每個人都罵 監察政府誰會手軟 相信其實在立法會很多事務 那些侮辱促力議案 建制泛民一起頭 有什麼分別 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你看一下我們那些投票的方法 是吧 當然有些基本分歧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通過了 這個修訂議事規則 其實最大的作用 是不是就是防止拉布 就是不要那麼容易就說留會 不要那麼容易就拉布 我認為最大作用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留會 是吧 留會真的很浪費時間 是吧 就 譬如你明天留會 可以很快安排 通過條例小組 那個全體委員會階段 就沒有那麼容易留會 這些都是 就是讓我們勤力一點而已 就是 不是說 影響我們監察政府的權力 絕對不會 我想我們個個更加努力 因為不想被人這樣說 我們個個都面對民意的 有什麼分別呢 每人都是正所謂四年考一次牌 面對公眾的嘛 立法會的透明度是很高的 你說過什麼 怎樣投票 到選舉論壇都被人拿出來說 嗯 你說沒有那麼容易留會 就是說 希望可以 譬如說 當你討論 譬如草運全體委員會的時候 就可以沒有那麼容易留會 那就繼續討論 大家繼續發現 其實 每人可以發現 很多很多很多次的時候 都會拖長很多時間 那這個應該的 就是 唯一的制約就是 主席說你 瑣碎無聊 重複離題 那是應該的嘛 那是應該的嘛 討論一定是有些 就是 有些 紀律 是吧 就是不可以太離譜 但是 我們不會滅聲的嘛 個個都很踴躍講話的 就是 時事立法會 一有東西 禁制禁到 不停的嘛 那但是大會呢 大會仍然是維持 要35個人 如果說點人數的時候 一樣是要有這麼多人在 是啊 大會一樣是35人的 是嗎 嗯 就是說大會留會的機會都有 不過 那麼 主席可以說 這個小時早上11點留會了 11點零五分已經留會了 跟著他說 我們12點再開會 那都可以 我知道有兩個飛車回來的了 叫秘書通知你們不要走啊 主席可能是兩個小時就復會 我們不就勤力點回來 休息一下就再開過了 這些都是對市民有利的嘛 按你的判斷呢 即現在就休息啦 那麼就回來 即是一月份啦 應該就立法會那個 即是議事的程序 那一個 或一個情況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好像 正常公司那樣說 恢復一些和平啊 理性一些 有秩序一些 還是 那些 那些 泛民同事就 有些怨氣一定會發洩一下的 那麼政府有些條例會來回 譬如 政府早前撤回的印花稅條例 即現在那些錢 是等在那裏 還未收的嘛 是吧 那麼 那個應該快些處理了先啦 那如果你說 阻攔這個印花稅條例通過 那也很無聊啊 那些市民已經交緊了 這次 等在律師行 如果有什麼風暴 那些律師行有什麼事 很嚴重的 那所以這些沒有理由 你出氣出在那裏 或者是公務工程小組 那些公務工程你不批 那你這樣出氣 那就是和市民作對 那一地兩檢呢 一地兩檢就是 我相信政府要等人大常委作了決定 就拿條例草 那你已經決定到了 那便來到 那便首讀二讀和交給的條例草 小組討論 那大家可以加入 那你便用個放大鏡看 有哪些不妥的 你便發聲 是吧 很公道的 大家都可以 對於非建設系員 最擔心就是23條 你自己怎麼看呢 這個特區政府是有憲制責任處理的 遲早都要做的 那就是等行政長官決定幾時做 那便拿來 拿來呢 我想那個過程都會很艱苦 我記得上次我處理的時候 我去條例草案小組 我都去了超過100個小時 是我自己親自去 我不是給庫局去 或者常備去 那將來都會很艱難 你自己怎麼看呢 這個23條的立法呢 其實呢 現在數回頭 十幾年前呢 就是好像你說 你自己呢 就經歷過的 那當時呢 因為討論到最後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有若干呢 大家都很擔心的條例呢 當時的行政長官啊 你們呢 都是作出修訂的 然後說 得到中央都答應 但結果呢 最後呢 都是遞不到上去立法會 那原因之一呢 其實 是當時自由黨主席 行會成員呢 就是 田北俊就說 撤職 撤職了 撤職了 我們不會支持的 那根本就不夠票的了 沒錯 主要是不夠票的 那你看呢 如果未來的日子 真的會有二十三條立法 會不會就是回到當年這樣 就是最後呢 好像大家說 撤職了那些大牙了 那大家都覺得 那個呢 就可能是近乎於 就是比較呢 就聽了民意 然後再作出的 最後的修訂版本了 其實我們上次呢 就在條例草原委員會呢 未撤職那三隻大牙之前呢 都吸納了很多意見 有些是非政治性的 我最記得港大的圖書館長 是有寫信給我 擔心一些條文 我們都接納他的意見 是政府提出過八個修訂的 最後就在三隻大牙都撤過了 那麼我現在 第一呢 特區政府要評估了 那麼行政長官說 要創造有利條件 什麼時候是適當環境呢 他要評估了 第二呢 就是他真的要評估 國家安全的需要 就是我沒有那些資料在手了 我不知道政府有些什麼 情報啊 或者最新的情況 什麼最大的威脅 其實目前呢 我們的法例已經有 叛逆的 Treason已經有了 煽動已經有了很久了 煽動是普通法系統裡面 有幾百年了 那麼我們最缺乏就是分裂國家 那麼這個空隙一定要填補的 那麼等行政長官決定 那麼他就提出一個新的版本 那麼跟我過往的版本有什麼差距 我當然不能夠評估了 但是如果你要通過 要做好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要盡量很詳盡 向市民解釋 讓大家都明白 是不會真的影響香港人的人權自由 只是極少數真正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才是被影響的 還有要沽舊票 你覺得現在 這個 這屆政府這五年裡面 會不會找到一個適當時候做這件事 還是這屆政府五年裡面都不用做 遲些才算 我想他首要處理一地兩檢 也要處理國歌法 是不是 已經寫了附件3 應該盡快做的 等他完成了這些 他再考慮 有沒有足夠的資源時間去做 今次見到行政長官述職 好像都沒有特別這方面的要求 說23條要盡快做 不過特首都重新說 是一個獻制的責任 所以也看不到說什麼 但是你怎麼看今次 特首想去北京述職的情況 是不是滿意新一屆政府這半年的表現 應該是滿意的 因為香港今次本屆政府開局 真的比較順利 真的比較順利 特首很勤力 眾所周知 他很多民生議題都有回應 又大筆錢撥款去給教育 是吧 應該是滿意的 但是今次去述職的時候 除了提出 就是要支持一帶一路 各樣的建設 有很多安排 亦都希望可以透過一帶一路 令到香港 可以在經濟 國內、金融、發展方面可以推進 更上一層樓 大家怎麼配合 但其中也說到民心相通 鼓勵多些交流活動 支持香港和內地等等做研究工作 還有希望可以令到我們的學生 去內地盡心 令到民心相通 令到青年人對國家多份感情 但是香港現在目前的環境 有很多人就不信任國家 那到底是怎樣可以做到呢 這個我相信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議題 就是爭取青年人 真正的心是回歸國家 這個是行政長官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這些解決問題 也不是純粹物質可以解決的 就是派錢 或者開一些職位給青年參政、議政、論政 你開幾十個而已 極其量 還要做一些深入一些的工作 譬如說了解國家 你如果純粹是交數 每年幾千人去交流 效果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可能有些交流完了還反效果 所以真的那些錢怎麼使得著呢 真正的有效 這個協助青年人了解國家呢 這個是政府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這些問題不是純粹用錢可以解決的 所以這個未來呢 你覺得應該怎樣做得好一點和有效 我們民間機構都很盡力的 你知道支持一帶一路 有很多民間機構組織了 包括我創辦的海上絲綢之勞協會 我們都搞一些暑期實習計劃 我覺得呢 你說起碼四個星期的實習計劃呢 讓它共同工作呢 是有效過就這樣交流的 但這些實習計劃一定要很用心去做 不是純粹派他去內地收銀 有些真的 只不過在超市收銀 他回來會很不開心 是不是 真的要 雖然都是貴精不貴多 去過呢 感覺不同 我都說想不到有一個去雲南一個建材基地 香港人的建材 因為很多石在那裡 輸出去東南亞緬甸 有個青年人去一個建材基地 香港的公司來的 他去的感覺就是 哇原來那裡天氣幾好 吃點東西也好 還有一些很純粹的 即那些不是大城市來的 原來發覺原來這麼多東西出口去緬甸那些 這個大學生說他有興趣 將他回到雲南工作 即那個經驗的感覺很重要 所以我想特區政府要更用心地做 不只是用物質來解決 即不可以純粹說 香港學生去內地讀書 得到內地學生的同等待遇 包括國養的待遇 連學費都不用交 這樣就不是 即不可以純粹去內地讀書 都有衍生一個問題 我收了一個投訴 就是中醫師的 因為回到內地讀大學 其實很多人讀中醫 廣西有百多個香港學生讀 我對我了解是讀中醫的 那些中醫師向我投訴 香港我們三間大學 每年生產80個中醫師 都不夠生意了 還每年幾百個內地回來 那他怎麼辦 所以這些細節政府要考慮 不要變成送學生去內地讀書回來 構成影響本地學生就業的機會 但是今次見到中央或領導人點名 就說香港未來的路向都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但一方面我們又覺得香港應該保留自己的特色 否則都不是香港 亦都失去了我們的價值 這方面如何去平衡 或者政府如何做得更加好 其實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 就2012年18大之後 張曉明主任寫過那篇文 講三對關係 就是講怎樣處理這些矛盾 而最近冷容管長來宣講19大之後 黃志民主任講了六對關係要處理好 亦都是要怎樣處理這些矛盾 黃主任講其中一個關係就是 怎樣在內地的發展和香港自身發展的利益 拿到的平衡 譬如說內地它港口不斷發展 很多港口很大 肯影響我們的 是吧 我們不是由第一名跌到第五名 還會繼續跌 但是我們要想怎樣由量改造質 提高檔次 所以現在貨櫃業不是說 香港做得最好就是應該發展多些冷凍鏈 就是有些高增值的 靚酒、藥物、雪藏的 甚至朱古力、靚的花 我們靠得住 還有我們的航空網絡好 馬上轉運 在這方面來做 一方面配合內地這麼多港口發展 跟他們的航線配合 另一方面自己提高自己的檔次 所以這些關係是有基本矛盾 但是不是不能處理 但是單靠市場就做不到 是吧 政府要和市場 大家一起合作來做 是吧 即不可以再為你自由市場 自由自己搞 譬如今次說到香港發展高增值的海運服務 海市保險、船舶融資、法律 爭議問題的解決等等 這些不可以純粹靠 是吧 那你本公司自己搞 或者你的法律界人士自己搞 政府近年來都多聽了業界的意見 譬如說飛機租任的借貸 就多了一些稅務的優惠 那些境外的 管資金的資金管理 資金管理等等 就有些稅務優惠 也都會跟20國集團的要求 是擴大到本地 會繼續這樣做 政府一定要採取一個 積極主動一點的態度 和市場配合 而不是以前說 小政府大市場 你自己搞吧 我不管 不可以這樣 但政府和市場配合的時候 一方面就可能被人說 官生合結 一方面也有時候 就是不夠那些商人想的 你絕對說得對 看到幾個例子 譬如摩天輪 還有廢子回收 最近兩天加加 居然拿雙位數字的加幅上來 這樣都可以 然後一個下午就說 選回來 你們行會都要打醒十分精神 沒錯 我們自己那些資深的政務官都會說 始終公務員 他缺乏市場經驗 過往很多例子 包括領展 公務員和商界打交手 都是吃虧的 這個教訓就是要吸取 那怎樣去培訓公務員 令到他們 即是和商界打交手 不要吃虧呢 我想都是要吸取教訓 即是要打穩十二的職實 有些事情 即是當時是預計不到 領展都真的很兇 你和他們那個瓜葛現在怎樣 這些就是因為警方進行調查 我不評論 你牽涉到這個法律的問題的時候 就要看一下魅力的發展 但你自己看 香港現在 即是說向前看的時候 其實就是 你說要融入國家的發展 亦都是要面向世界 我們到底夠不夠這些人才 政府呢 大家說了 要多開一些海外辦事處 那些經貿辦事處 其實經貿辦事處 真的要成熟些 那現在政府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請一些退休的 因為其實我們退休年齡早 是 還有些人提前 其實現在那些人 五十七的紀律部隊 五十七歲退休 一個個個都弄精苦猛 無論他是政務官也好 別的首長級的 五十多六十歲退休 很多都是成熟的 其實經驗很成熟 現在政府呢 就想找回這些退休的 用合約式模式請他們去 那些海外經貿辦事處 做主管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長遠來說 譬如我們現在年輕人 譬如對國家仍然是 因為國家實在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對他們的看法是反感的 嗯 你說要明白融入 其實也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但是未來你其實也是要靠年輕人的 那怎樣做呢 那怎樣做呢 我想啊 始終香港有不同的制度的 也都有不同自己的文化的 是吧 那就融入不等於是放棄自己的制度和文化 第一步呢 就要理解 理解呢 是內地這麼大 因為它那個面對的挑戰 和它發展的過程 歷史背景和我們不同 首先這件事呢 就不要時事是 當自己在很高的道德高地去批評別人 因為你要知道呢 管理一個城市 七百萬人的城市呢 是比管理一個十幾億的國家簡單很多 首先要明白別人的困難 那譬如我是些人大代表 絕對可以繼續發聲的 是吧 嗯 那我希望今次選出你的人大代表呢 能夠是做得更加好 那但是 據你自己的經驗呢 你都其實安排了很多的 年輕人 去一帶一路完善的地方 那做回你 剛才你舉了一些例子 就說他實地接觸之後呢 是有一些感受的 但是 是否全部都能夠做到呢 還是幾大比例呢 那麼有沒有一些 就是回來覺得那個感受不好的 然後怎樣去幫他們 去了解那麼多 我們近這兩年 每年都整85個實習職位 我們選過的 如果純粹去內地的 去超市做收銀 我們不接受的 有些去歐洲都有的 那麼很多的東南亞 也有很多的內地 去東南亞有些幫些 國企招商局的港口 有些是做完之後 據我了解一個國企 找一個學生繼續幫忙的 所以是一定有部分得著 是吧 去海外那些呢 有些都是跟內地的民企 一起合作 那就了解他們的文化了 那麼有些就港企 可以贊助他們去東南亞的酒店 度假區 那麼他們個個都有得著的 講到中央政府 聽不聽意見呢 我覺得其實 你有好的理據說 為什麼不聽呢 譬如 早前我搞了一個討論港獨的論壇 開頭沒有人敢來 怕會不會變成煽動港獨 那麼我要不斷去再加大宣傳 結果都有百幾二百人來 你看看港元沒事的 我亦都沒有人收到 有人告訴我 你不要再討論港獨 其實沒有問題的 討論和鼓吹是兩回事 是啊 所以大學也不用怕 我要討論港獨 不過你不是說鼓吹要搞香港獨立 所以是兩回事 其實真理越變越明 今天多謝了葉太 多謝了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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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了葉太